影片開始前先來分享交易之前的SOP 就是什麼是87% 賠錢的交易計劃 那這個交易計劃可以跟你保證完全不負任任何責任 記得盈虧致富 純屬娛樂 你要抱著娛樂心態 來看交易這件事也可以 不建議抱持著太認真的態度來看 因為 有時候網路事件很多事情都是教學相長 就是說這邊學一點那邊學一點 這邊你了解一點那邊了解一點 不管講了很多話 或講了很多的交易模式跟策略 你就從中間去選取一句你覺得適用何用的 你覺得可以的 你就把它拿去用 那盡量盡量去分享一些 正向樂觀積極的態度 因為我記得以前很多投資民都說 幸運是降臨在樂觀開朗的人身上 這個真的沒錯 包含隔壁台的老魚還是老王 他們也都強調一些正向的觀念 還是 還是自由了他們 就是說 你在面對交易 還是說你在面對人生的事情 只要你相信秘密 相信吸引力法則這兩本書 你就有辦法去做到心想事成 因為你不想就永遠不可能達成 你加點去想一下 就有可能去達成你想要的目標 跟任務 然後呢在交易之前 阿里給分享給各位親友就是說什麼 第一個我們要必須去看一個格局 就是一個做空想上班的地方去觀察他的 橫盤的H&M 就是大漲橫盤 如果說你是空軍的話 那你是入軍做多的話 你就去觀察他的大跌橫盤的 主力買 主力買的位置 就是觀察他的橫盤的VVW 猶如畫面這邊 我們以台詞競權為例 你在這邊 寫一個當天的格局的交易計畫 那你就可以怎樣 很漂亮很舒服的空在約869 或說這邊1K找盤你早一點看 我應該有878 這邊的位置 都可以讓你 佈局一個不錯的好的空點 那佈局好了以後 我就是先第一個先看出格局嘛 就是說去看圖說故事找出大小分K 猶如畫面這樣 然後就看一個大做一個小 就在大格局的都空方打擊區 還有這邊上去都不能收下來的價格的位置 去做什麼樣 去做 去做你應該做的單子的業務行為 再來就是等待打擊區 橫盤的位置 比如說 這邊的1K 790你要做交易 OK沒問題 但是你要記得 去執行你的小培的業務行為 可能停損到780 減5到10個TIC 這個萬一被扒到 你就下課 萬一你做對的話 你至少目測有這個大概70點 上下坡幅的業務行為 你再去做交易會比較好 所以 也知道說你在這邊萬一停損做錯了 你下一個格局可能可以去哪裡做交易 可能是5599 或是說 550這邊做交易 提醒各位親友 我就是看大做小 先做一個相形的區間的橫盤的格局 再去做大小分 可以 看大做小 等待這個打擊區的橫盤 有時候到了你就教育看看 然後呢 就寫出一個交易計劃 這個交易計劃 就是要讓你 看了會開心 看了會爽 這交易計劃怎麼看 就是第一個看高點看低點 什麼叫做看高點看低點 今天我再提醒各位親友 你就是打開你的手機的任何一個畫面 有沒有 倒數第2格 跟那個第2格這個價格的位置 你有長期追蹤奧利給頻道的話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 統稱這個叫什麼 叫做 空方打齊區 做空可能會想上班的地方 你在這邊有空成功 就容易這樣走這一檔 走這一波大概100點 回檔的憂鬱行為 滑水就是高 低波幅 波幅就是說他余生 余生這個價格 目測大概有70點 大概這個865-793 860-790 這樣算比較快 他就大約有70點的余生 你看完了以後你就 心裡要第一個想法 假設我在這邊交易 我虧了10塊錢 運氣不好我可能虧10塊錢 但是運氣好的話 我可能可以賺多少 比如說可以賺70塊 那你覺得說這個教育計劃不錯 那就下去賠看看 就當作在夾娃娃機一樣 你投10塊的 錢下去 可能去夾一個100塊 200塊還是300塊 等值的商品 你覺得 這邊測試 不錯 可以有利潤 那你就教育看看 所以教育真的是要輕鬆一點 不要太嚴肅去看待任何事情 那再來就是怎麼做教育 就是第一個等待打擊區的到來 在這邊做 加2-1的業務行 就是影片這邊的 吃兩口出一口 來回單 可能30點 50點的TIG加減8 8什麼 8這個可能是790到 大概8 因為夜盤的波幅比較小 要不然理論上應該是790到817 還是865這邊 你就吃2-1 加減 加減來微調節 那以台子期 夜盤的波幅的話 大概上下大概都30個TIG左右 找盤的波幅 應該至少每一波上去下來都 70個TIG到 150個TIG 類似這樣 去做交易 就是 你要把那個你常做的標地屋的慣性 做好 那你就會知道說 台子就是 早盤 整理波可能是30點到70點 那大波的行情可能就是100 100點到200點 之類的 那 那 納斯達克呢可能是早盤的波幅30到70點 那夜盤的波幅可能就是100點到300點 之類的 就是把它 短單的來回 短打 我們稱它為短打安打全壘打 就是把它 日內波 它短線波幅的格局 你要常看常知道 那你就會知道 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 比如說剛台子講的 小波的大概30到50點 小那 夜盤的話可能是 早盤30到70 那夜盤的話可能是 30到100 甚至於300 之類的 那 清原油的話就大概一塊半至兩塊半 的波幅的業務行為 但是小的格局也是大概30個TIC 那個黃金的話也可能也是 小波的整理波至少都有30個TIC 那大波的噴出跟跌破的等幅測區 應該都是大概10塊錢 就大概100個TIC左右 那有時候行情更大可能就是100 就是10塊到20塊 那個 稻窮的話可能就是 震盪坡的話應該都是100點到 到300點那個區間 類似這樣 你看著看著看久了我常說 有的標的物你做會賺錢你就專注在 你常做的這檔標的物你不要說 太子你也想做 黃金也想做清原油你也想做 當然如果說你做了都賺錢那你就全部都去做 那 假設你沒有 你沒有 再沒有找到說一檔說 比較適合你的標的物 那你就盡量怎樣 盡量去 盡量去選擇你一教育就會賺錢的標的物 你看海外期貨 這邊上面拉下面 包含台子期貨亞洲盤歐洲盤美股盤 上下之前還有親友問那個什麼澳幣 澳幣 澳幣小麥玉米之類的 還是什麼銅 商品白白種 其實每個商品真的 真的是都一樣 他在走盤整或是說他那個都一樣 但是你要找出一個 他可能會成為你的 高富美或白富帥 高富帥或白富美 難得要找什麼 難得要找白富美 就是男的找女的 那女的找男的要找高富帥 假設你是男生你就去找你的 白富美 假設你是女生就找你的高富帥 把這個標的物讓你做了會賺錢 你就專心在你這檔的標的物的 格局 去做交易 那建議是如果說常打當充的話 建議去打 海外期貨 他再輸 講到壞店 他在死比較快 他在往也比較快 我就是說 你不會比較不會浪費你的時間在一個 輸贏沒有感覺的標題物之上 什麼叫輸贏沒有感覺 就假設說 你今天用10萬塊的籌碼 來打海外期貨 或是說打期貨盤 我跟你講 你10萬輸就是頂多被MARGE COAR 你不要再補錢 那你帳上的虧損就是保證金剩下大概25%還是35% 被強制斷頭 那你就輸了7萬5 輸了7萬5以後你就想辦法再去累積多10萬的現金流 你再來做這一檔的交易 這是他的好處 但是 他也有可能一碗 一碗就讓你 讓你可能獲利就2萬3萬4萬5萬 10萬一天的當中的獲利應該都可以1萬到3萬 那個區間假設你打得順打得對的話 當然虧損反之 你們不要去 怎麼講 不要把那個報酬率當成是正常的 你應該要把什麼當作正常的 把如何賠錢這種這種報酬率 去換取那個賺賠比的報酬率 你去換算這個行為會比較正常一點 就是說 你今天輸30塊 但是 你知道你做多一次可能可以賺70塊還是賺100塊 之類的 之類的 的那個籌碼 籌碼運用的行為 將去換算會比較好一點 而不是說 像那個 有些老師啊 或是說有些輸在教 他一打開 一打開就什麼 就說 股市的 富利的滾存的報酬率可能是 每 每多少15% 是多久就15% 或是說每個月你可以賺2%3% 那 從年底到年初你每月多2%的話 增收益2%的話 你同樣一桶本金你滾到年底就是大概 24% 之類的 不要這樣去想 真的真的不建議 因為那個 那個 講得好 富利說得好的話是一個魔術 但是 操作的不好的話 他就會變成一個騙數 騙你如何去 去拗 去如何虧損更多的錢 我這邊提醒各位親友 所以說 交易 你要適合去找到 找到你的 副爸爸 就是讓他當你的副爸爸或是當你的 每年包紅包給你的兒子或乾兒子 之類的 如果說老一代的人就養兒防老 但是新一代的人就是 我要有個副爸爸 就把他當成你的副爸爸 每年都會給你紅包錢 之類的 或是說你怎麼交易他 他怎麼賺錢 真的不是 每個人都適合哪一種 交易 但是你如果說真的打當沖隔日沖的話 我還是強烈建議你要學的快一點輸的快一點的話 直接去打期貨 做好你的封控 你用10萬塊錢 下去虧 虧錯了呢 你再補下一個10萬 去做加率 但是 你要 把你這個10萬塊做有計畫性的賠錢的業務行為 慢慢的給他虧出去 而不是說一天就給他虧完 建議各位親友 比如說10萬塊的本金嘛 你到多少可能剩多少 那你就提列個 上萬塊出來 應該就準備 馬居扣之類的 對不對 那你就可能一天虧個3000 還是一天虧個5000 然後一天虧個三次 可能是虧5000到1500 當作你今天的籌碼 那失敗了 你就先下課 所以千萬不要凹單 因為我常提醒各位親友在做交易 賺多賺少 靠運氣 真的是靠運氣 我們只是判斷說這個 SOP在這邊交易 他等等如果 整理 比如說在這邊做交易 他如果 等等盤整 成功又收上來 這邊 盤又橫得過久的話 那底部可能就在這裡 就容易 做今天晚上 大概是 70個Tick 還是100個Tick的 反彈的優行為 那個只能交給市場跟主力 還有看你的運氣八字 夠不夠 那如果說真的不夠的話 那你就 虧損了 但是運氣有來的話 你就會去做什麼 小賺跟大賺的優行為 所以我常說 大賺 小賺 小賠 不要大賠 所謂的不要大賠 就是你不要奧單 試著把你的資金籌碼 做控制 因為 奧利給分享給各位親友 你 不要去 聽什麼 有的沒有的 阿薩布魯 包含你也不要聽我的 真的你也不要聽我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 的籌碼 你要怎麼運用 那個才是真的 當然你可以參考我 分享給各位的一些教育技巧 去做 做你怎麼樣去算你籌碼的那個教育規劃 但是 真的是 成敗 什麼都靠自己 尤其是教育這種東西 因為只有你知道 我不會知道 我也不會去想知道 我當然是有賺錢大家會分享一下 那個 那個 就來分享 因為喜訊總是要分享 透過你的分享 可能散播歡樂 散播愛 給各位親友 我讓大家 在面對教育這個 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然後 也會比較有信心一點 因為奧利格之前也是看盤 看的覺得很無聊 所以才開 開這個頻道做這個直播 可以的話請多多多按讚訂閱分享 因為這個收視率 你們要收益率 奧利格要收視率 再來就是說 你 必須要有幾個心法給你自己 你也可以看軍線 也可以看KD 也可以看什麼 都可以 你也可以參考我們的多工打擊區 但是記得 你就是 該賺的 該小賺的來回單 加減8 停損不來 你就給他賭到天花板 然後把 交易計劃 在你做任何一檔交易之前 把交易計劃寫好 計劃交易 收好你的停損封控 千萬別大賠 去執行什麼 執行我們應該 小賺小賠 還有大賺的優行文 那當中 當中的交易者 另外應該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專注 專注這些格局 你千萬千萬不要去看什麼 看新聞做股票 你看 你看新聞做股票的 我分享給各位親口聽 大概上個月吧 不是說 誰 誰 誰跟誰又怎麼樣啊 恆大 又倒的怎麼樣啊 碧桂園又 什麼 挖個小的啊 整個市場 風聲合力 然後股市又回檔 結果 結果哩 結果你看還是 嘎這一段給你看喔 所以說 那個誰說什麼不關你的事 我說什麼不關你的事 你只要專注說 你你交易的商品 打擊去到了 你就去交易看看去賠看看 這樣來說對你會比較有幫助 然後 然後就是說 很多 很多期貨的交易者 分享給各位親友 就是說 你可以選一檔或兩檔商品 比如說 海外期貨打完 比如說小納打完打黃金 黃金打完 打清原油之類的 但是建議 你只 不要去想要 做兩邊 多空記得選一邊就好 千萬 不要兩頭做 這個我可以跟你保證 保證你找完兩頭空 不是你的打擊區 就去打炮休息 那以上 就是我們交易的 交易之前的SOP 分享這些心得 給各位 親愛的親友們 去做 做 你們應該如何 去運用的交易計劃 好啊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一段 一段什麼 一段昨天 昨天我 我在那個寫的 交易計劃 看完以後 我們再做 心得的 分享 或延期討論 過程當中 歡迎各位 歡迎各位親友 留言 我們來 等一下再復盤說 應該怎麼樣做標的 的業務行為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利吉 我們有錯 歡迎來到 奧利吉的頻道 那 影片開始 不囉嗦 直接進入了我們的 多空打擊區 去觀察 這個盤面的格局的 交易的變化 那首先 映入眼簾的 我們去看 第一檔 台子旗 那格局怎麼看喔 順便再分享給各位親朋好友 首先呢 先看一個大格局 把 多空打擊區 容易 反彈 跟容易回檔 階段 價格的位置 觀察出來 像這樣 把圖畫好 然後下面寫個做多 想上班的地方 上面呢 寫個做空 想上班的地方 那空不是叫你直接空 而是 叫你去觀察在空方打擊區的 H&N 主力 有賣 韭菜在後面跟著賣 剛好又收在 這條線的這個價格之下 就容易怎樣 走回檔的業務行為 那做多都一樣 去觀察它大跌以後橫盤的 BVW 一樣喔 主力有吃 韭菜在後面跟著吃 容易怎樣 像這樣 一吃就開始反彈 到了 所謂的空方打擊區 都空都有輪替的階段 所以千萬不要心急喔 像這樣有沒有 來 H&N 主力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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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菜 跟著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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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又收在這個價格之下 就容易這樣 走回檔的業務行為 那做多的一樣喔 在這發現 主力吃 剛好勒 又收在這個價格之上 那你圖往後面推點 它應該在左邊還有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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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業務行為喔 主力吃 韭菜跟著吃 容易像這樣 你就會觀察到這一段的 破底收上來 剛好又收在這個價格之上 就容易這樣走 87% 反彈的業務行為 87% 有沒有 但是有時候可能會不順心 也不如人意喔 有時候它會在 空方打擊區走一個13% 噴出的等幅測距 這個是靠運氣 我們自己也沒辦法去掌握 還有在什麼 在 多方打擊區有可能走13% 他萬一這個價格棄手沒有收上來 直接散崩的業務行為喔 所以說 我們的格局圖的規劃 就要怎麼去規劃 我這邊手把手分享給各位親友 來 低點觀察 16407 高點觀察 16604 那我們目測喔 這個余生整理的波幅大概有200點 那麼 整理好 整理好 未來有噴出 下一關可能觀察多少 16 6 04 再加200點 就大概是16 804 左右價格的 橫盤的 H&N 萬一這邊交易失敗了嘛 你就去等幅測距 再去做 你想做空 的交易 那做多的一樣喔 這邊 守好一個小小的風控 那麼萬一低點 16407 汽手沒有在收上來 往下灌的話 那這一波200點的 滿足區 就可能在那 大概是 16 207 的價格 去觀察什麼 有橫盤 主力吃 韭菜跟著吃 主力有吃 後面的韭菜 才跟著上車 你在交易都還來得及 好 那以上就是台子競選他 多空打擊區 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看完一個大格局以後 有沒有 各位親友 影片是不是我提早 提早怎樣 提早分享給各位親友說 你在這邊萬一交易 交易失敗的話 那下一個13%等幅測距 如果說像這個有 嘎出去 我沒有辦法讓你賣最高 但是 我們讓你怎樣 有一個87% 你在這邊停利 你就不用去煩惱說 這邊的八零幾 你沒賣 這邊的回檔怎麼辦 之類的 對啊 那一樣 交易計劃 順便分享給各位親友說 交易計劃 怎麼寫 怎麼見 就猶如剛剛分享給各位的影片 你在這個大格局 看完了以後 你就在這邊 的小格局 在找 進倉的位置 盡量盡量去吃什麼 吃在任何一個格局的邊界區 提醒各位親友 那一樣我們就來做那個 海外騎 他 多空打擊區 就先用台子騎 我下去看 下去判斷說 他下一周 因為我們常說 我順便提醒各位親友 這格局為什麼會用 1K跟15K 你去看奧利家舊的影片 每次 每次我再分享 如果說你是完全新手 我建議去等 日K 或60K的邊界 會好一點 因為你如果不太會停損的話 那你又很喜歡 凹單的親友 那 那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我們是一個 當充的交易者 我就有 前幾次的影片我說 你三個小時不交易 三個小時手當沒單 你就 手很揚 所以會一直努力的 想找 交易機會 有沒有啊這個 這是人的慣性 因為有錢不賭 就什麼 對不起國家 對不起父母的那種感覺 好 那 一樣喔 我們就直接來寫說 這個 又如何用手機的看盤軟體 去規劃出 他台子 1K的多空打擊區 那 一樣 就如 畫面上看的喔 第二個這個價格 我們在這個 交易計劃表 你就寫什麼 來我們再寫一次喔 這是大概 兩三個月 這個 大概 兩三個禮拜 之前 寫的 交易計劃 沒關係 今天格局都變了嘛 我們就要寫新的交易計劃 晚上上個禮拜的格局 是高點觀察595 低點觀察53了 現在噴出啦 噴出整個格局都亂掉了 順便提醒各位親友 你今天不管什麼時候 我給你的建議 你就是想辦法進來 一眼 一眼最好是一眼 就是訓練你看盤的觀念 一眼就是看出說 目前這 過去的三個小時 跟過去的三天 他的高低在哪裡 建議大家善用這個交易計劃表 去寫交易 比如說高點觀察16595 來 給各位親友看喔 這是上次寫的 噴出觀察770 沒關係我們今天一樣來寫 一個新的交易計劃 如果說要討論股票也可以 我們就用我們的87%不能再高的 SOP 分享給各位親友 如何去建 建 我們想要的交易計劃 這個交易計劃 還有這個交易的格局跟方式以及模式 我們就參考一些 比如說亞當理論也好 相形整理區間也好 這個都是一些美國當充 當充的交易者 或者說 在做一些股票的基礎分析的交易者 他們常常在看的這些裸K 的交易模式 我只是把他更直白 更 更簡單化 如果說有說的不夠直白 你還是聽不懂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 我想辦法再說的更直白一點 就是按我們過去頻道的SOP 去分享說 如何善用這個 剛剛分享給各位親友的SOP 如何去做 你在這個三個小時 你就要輸贏 你就要賭 你就想豪賭一場的一些 一些什麼 一些如何交易的業務行為 所以以台值1K為例 來高點 現在格局改變了 高點觀察多少 16 8 57 就是目前的這個價格 就在這邊給他輸入 那低點觀察多少 16 770 那你就會知道說 夜盤的這個格局大概有87點 橫盤的業務行為 那麼萬一整理好有噴出 下一關就多少 16944 那整理失敗 這邊在棄手的話 那就可能多少 回測16683 位置的橫盤 不是叫你直接吃 這邊在提醒各位親友 而是叫你說在靠近或是跌破這個價格的橫盤的什麼 VVW像這樣主力吃韭菜跟著吃 你才比較好 去控制什麼 控制你應該如何賠多少的 風控的優行 因為有時候你必須怎樣 比如說 比如說這邊 這邊的高點就是 869 這邊的低點可能就是 779 或是780 之類的 那他可能100點的整理波是在這邊 容易 股票的關鍵在走 就是猶如之前分享給各位親友的 就是全世界單子你丟買進我丟賣出 所以他會形成這三個小時或是這三天的 一些買賣的業務行為 股票不可能是 一開就整個大 然後 一根就1000點2000點一直上去 那個是 可能幾十年才會遇到一次的業務行為 就是之前那類似什麼散崩 一根500點1000點 要不然87%的業務行為 或是八成的時間 應該都是走橫盤整一波的業務行為 去消化什麼 消化主力上的 買單或賣單 或是說消化一些市場投資機構的買單跟賣單 因為 只要你有錢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 進入到這個投資市場 這邊提醒各位清流 所以說才需要一個近三小時的格局圖 你就想辦法把你建單 你打空單的也好 打多單的也好 就想辦法把你的成本控制在 這個區域這個價格橫盤之間的業務行為 那一樣喔 一個小分K 寫完以後你再寫個大分K 就是說高點觀察多少 16869 16869 那第一點觀察多少 16559 599 那就知道說他如果說有開的話 近三天交易橫盤的格局可能就大概是270點喔 那真理好有在噴出我下一關可能就17139 就有如什麼 來有如我們上次開直播的時候影片所預測的高低有沒有 噴出以後滿足區可能約略是多少 或是說剛剛開給各位看的直播的視頻 也是一樣 那你這樣喔就會有一個比較什麼 比較一個完整的交易計劃 一個完整的交易計劃 你就 你就 像這樣喔放在旁邊喔來小納來了喔要買的要快 觀察這裡的橫盤 因為這裡是什麼 60K大格局邊界 有點跳話題 好啊 你就像這樣喔啊有做好一個那個啊然後你就等待喔等待這個橫盤的 的 VVW讓他多橫一點沒關係你不要想著說 每次他在大漲大跌瞬間上去下 沒有其實股票不是這樣 股票都是怎樣 像這樣 比如說上次的大跌嘛 我一直跌到 比如說這邊的407 然後走橫橫橫橫 你看這橫 一根K棒是一個小時1234567890 我整理了大概10個小時的時間 他才做一個噴出的業務行為在這邊 一噴就噴到什麼 起 起漲點 起跌點 提醒各位親友 股票喔他通常在走的時候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低買高賣 就是說 呃 左邊喔左邊我們稱他為起 起跌點齁 啊左上齁 啊左下我們稱他為起漲點齁 啊這個起漲跟起跌我們稱他為左肩跟左腳齁 啊左肩跟左腳如果說 以假突破跟破底翻的業務行為來判斷跟來看的話都是 都是什麼 上去 不能收下來的業務行為 這邊提醒各位親友 或者是說 都是什麼 跌破 比如說跌破這邊的邊界 跌破也不能再漲上來的業務行為 那如果說跌破漲上來就容易怎樣 往左邊側 至少側這邊的 的什麼的 高點齁 或是說側這邊 最左邊齁這邊的高點 那順利的話呢可以側到哪裡 側到近期的高點 所以說你看這波幅有300點 要不要教育隨便你 因為你在這邊 你可以想撈底的 猜猜看嘛 你一個虧損可能是10點或是20點的TIG 但是 或是10點或20點 但是你這樣看喔 哇目測多少 目測大概多少 大概有300點 200點到300點的 利潤 就是 阿里可以剛剛分享給各位的中間的這個賺培比 那有的話 你就去教育看看 那一樣喔 我們就把台子期 活生生 活生生的怎樣 整個貼在貼在我們聊天室 給 有參加阿里給聊天室的親友 去分享做什麼 做我們下一周 那個台子期貨 他橫盤格局的優行為跟教育格局的變化 分享給各位親友 好那接著我們看小娜 因為小娜他今天應該有換月所以要改成23122312 阿這之前是小娜今月的應該是9月份 9月份應該是今天結算掉了 那所以說我這個格局的話 現在看 現在這邊這樣看應該是 應該是看不出來了 阿所以說我們就寫一個新的小娜的交易計劃 那剛好有換月 這邊分享各位親友看怎麼看喔 來先來到 笑 前到這個類股報價 去海外期貨 商品指數 NQ 笑 應該下禮拜就更新了那沒關係我們就直接這樣看喔 海外期貨 商品指數類 NQ 好 有沒有 我們在這邊我去看他他這邊有交易的總量 是大概 19萬口 已經應該已經結束了 但是這邊有65萬 千萬 10萬 100萬 大概650K 他就選這個量最大的 去做他 教育格局的規劃 提醒各位親友 下面 就是我們 券商在常在用的看盤軟體 你也可以用這個 你在看盤就會比較 輕鬆 奇怪 這怎麼跑掉 不好意思我先畫個框線喔 這樣等一下再解盤喔 大家會比較有怎樣 有一個 大約啦 這框線喔是大約喔 不是說這框線位置就是名牌 就是準的喔 因為本頻道保證什麼保證不付任何交易責任喔 像這樣喔有一個大約大的格局去看喔 你就會比較容易 也比較好看交易 啊所以說 小納斯達克 以目前喔今天橫盤波幅流行為 我們就怎麼看怎麼見喔 來高點觀察多少 15638 那第一點觀察多少 15454 木側波幅大概有184點喔 啊這是正常的齁 他夜盤波幅的優行為 剛剛有說嘛 100點 到300點齁都是他正常的 夜盤大格局的那波的優行為齁 那15K齁15K高點觀察多少 15 680齁 啊低點觀察 15460齁 原本應該是在533這邊齁因為剛跌破 那跌破他這邊 這邊這個低點我們不趕快收上來的話 啊也有可能不排除去走13%等幅測去再往下測 哇有沒有發覺 啊你給剛剛說什麼 來 左邊的高點跟低點喔 啊你試著齁試著去解釋 跟 了解說 他這個波幅的假 破跟破底翻的行為 是在搞什麼鬼 啊就是說類似這樣來 左高左低齁上去 上去有沒有 不能收下來有沒有 左高左低 哇 啊你看喔 要穿過這個頭有沒有 一開始左高左低這邊 這邊才對 啊 啊要穿穿這個頭都會怎樣 跌破這個低點 又收在這個低點之上就容易穿這個頭 啊你這樣對過來 是不是 喔 有沒有發覺 是不是都在看圖說故事 看圖講廢話 對不對 那你知道 會這樣 股票的 走法跟關心會這樣 喔 那你就不要什麼 不要在這邊有想任何想做多的優行 縱使他會緊噴還是怎樣 那個是未來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 按照我們的看盤的SOP的 交易的邏輯 就盡量 想辦法不要在 主力有賣 韭菜 韭菜可能會跟著賣的優行 在這邊做交易 有沒有 然後你有左邊喔這邊的左肩左腳開始往 這邊推喔 你就隱隱約約你會把這個象形這個區間 看好 都都是什麼 上去不能收下來 跌破不能收上來 你看 這邊跌破一次收上來直接穿什麼 穿起跌點 對不對 上去也不能收在這個起跌點之下 收在這個起跌點之下 容易在回撤 第一個容易有回檔 是不是有30點50點的整一波 然後上去 回檔 又跌破這邊的這個低點 然後又怎樣 又收在最左邊 這個左肩左腳的 市場跟處理給你價格的這個低點 的話 又再度容易怎樣 一次就開始反彈 反彈去撞什麼 撞這個 然後就整個上去了 然後一直到這裡有沒有 走13%的優行為的 這裡喔 你看 這是符合這裡 比如說這裡目測是606 上去沒有收下來嘛 對不對 就在做一個 嘎空坡的優行為 優行為 所以我常常說 你在小格局的邊界 你虧個10點20點真的是沒關係 因為你做對了 你看像這邊就一次上來 或是說在這邊空對了 也一次下來 必須怎樣 在大漲大跌的橫盤 有主力賣 韭菜跟著賣 還有 大跌的橫盤的主力買韭菜 跟著買 我這邊提醒各位親友 要不然你常常都會突然覺得說 為什麼我一停損就噴出 因為交易的點位不對啊 你習慣做噴出買進的有沒有 你一停損 停損在這個低點 然後他又收了這個低點 你又沒上車 然後就噴出了 是不是眼睜睜的乾巴巴的 看著他 整個行情就上去了 然後現在格局越來越大嘛 對不對 左邊的高低 你看在這邊被上下穿 穿過了 穿過了跌破了又收上來了 比如說等一下跌破這個低點 還是這邊的低點 又收上來了 就這樣 在走 類似 一直嘎上去的U行為 提醒各位親友 做多 做多必須 不是必須啦 做多的慣性 有時候會V轉沒有錯 但是大部分87%U行為 他是怎樣 他會走一個類似什麼 我們頻道在分享的 VVW或是跌破這個 盤整區的下面在收上來 才會容易什麼 有力道是整個上去 你就感覺這邊好像是一個 地板 只有一根不算地板 那只有一戳 我就感覺這個地板的底 好像很紮實 你才跟著做交易 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分享 分享 納斯達克他教育格局的變化 那一樣 因為這些標的屋 通常都是我們聊天室親友 有在做的 那如果說 你有 你有留言給我 或是說有加入我們的頻道 我就會盡量 盡量怎樣 想辦法把 我想要表達的 跟你想要了解的 標的屋 去做一個 87%的教學影片 我要讓你去 去教育看看 好 那 我們 我們就來分享這個 納斯達克他 教育格局的變化 高點觀察638 就這裡 低點觀察454 坡幅 大概184 因為夜盤坡幅比較大 那有在噴出 下一關 有可能不排除去攻哪裡 15822 那萬一跌破 跌破棄手不再收上來 就觀察了 15270 那大格局邊界 高點觀察680 低點觀察460 坡幅大概220點 那整體噴出 下一關就是大概 15900 那整體失敗呢 就觀察15240 那以上就小納斯達克他 交易格局變化的分享 一樣我們把它貼給聊天室親友 去做他們 執行如何賠錢的 交易計畫 那接著我們看小道 小道看有沒有 因為剛好換月 所以這個 再切換那個畫面 就會比較不好切 小道小道 小道一樣 買出了量 大量的這個 小道 小道你看我們之前 因為在格局有換月娃娃娃娃娃就算了 那我們就那時候觀察高點是35154 雖然沒有辦法讓你賣最高 但是可以怎樣讓你有87% 在154這邊就做出貨的業務行為 提醒各位親友 好 那一樣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講重點 來 以目前吉時盤的格局高點觀察多少 35295 那低點觀察多少 35035 35035 都是什麼 跌破不能收上來 還有漲破不能收回來的業務行為 那目測夜盤的波幅大概是260點 那整理好再噴出 我下一個 滿足區 可能就是35555 那萬一這邊失敗在汽車我就觀察多少 3475 那大格局的邊界 高點觀察多少 35288 那低點觀察多少 34912 那目測 目測他大格局的波幅大概有376點 15K 那整理好有噴出 下一關可能就是35664 整理失敗呢 就可能打回起場點大概是34 36 那以上是小道雄進他交易格局的規劃 我們把它圖接起來 分享給聊天室的親友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黃金 黃金就看大概12月應該就可以了 那一樣來寫黃金交易格局的變化 因為這個 結算了 所以 價格不跳了 那所以我們來這邊看 我等一下會快速的瀏覽 去分享這個 多工打擊區教育格局的變化 看是不是真的有87% 你看像這邊 整理失敗 整理 整理橫盤以後跌破又收上了價格 我想那目前看應該是15422 感覺阻力有在手 到了你就陪看看 那黃金一樣喔 大小格局好近三天就大概這樣喔 我們那時候有分享說他如果跌破觀察37 你看縱使你 撈在37 37跌破瘦上來 當然他有在走一段 那沒關係 這個格局爛掉了我們就不管他因為這是上禮拜 上禮拜分享的行情 那一樣我們來寫一個新的教育計劃 來高點觀察多少1950 低點觀察多少1939 目測目測夜盤坡幅行為目前 近三個小時大概有11塊的整理坡 那整理好在噴出下一關就1961 前提是50不能棄手 要趕快站穩 趕快嘎上去要不然這邊 這邊就容易行 行程喔 做空想上班跟做多想下班的優惠新聞 就會走回檔的優惠新聞 那萬一喔這個39跌破在棄手 下一關有可能不來 排除去回車那1928 或是這裡的1921 那一樣喔 大格局邊界高點觀察多少1948 大格局邊界更是重要 提醒各位請 這個都是上去不能收下來 收下來就容易像怎樣 像這邊的 小納的680有沒有 166去 那高點觀察1948 低點觀察1939 目測 1926 1926 目測坡幅大概22點 22塊錢的整理坡 那整理好在噴出 這個48沒有在收下來喔 下一關就1970 可能漲為它的起跌點喔 那萬一這邊跌破在棄手就觀察多少 1904 那以上就是黃金它交易格局的變化 還有我們分享給聊天室的親友 去做他們如何執行 交易的優行為 那今天我們看親原油 有沒有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奧利給常說 漲破不能收回來 還有這裡的90.4 我收回來就容易怎樣 走回檔的優行為 我要噴出 假設你在這邊 扒空單的噴出 你做一個10個T格的風控跟停損 你還可以去哪裡 去大概這邊喔 大概 還有50個T格位置的空間 去做交易 比如說這邊的98 90.8 所以看大做小 你就容易怎樣 吃到這一段 主力賣 韭菜跟著賣的優行為 那一樣我們來寫 親原油的交易計劃 來高點觀察多少 90.8 來更正 90.9 是1K的優行為 低點觀察多少 89.5 你看 是不是 夜盤小的波幅 奧利給常說大概是一塊半到兩塊半 有時候可能三塊 之類的 有些標題如果你看了看了看久了你就知道說 你的來回單的30個T格50個T格要怎麼去做調整跟交易 縱使你空90.9 假設這邊 空兩張 這邊無腦補一張的 你都還可以補得到 那30個到50 個T格等一下你 吃損要賠的錢 我這邊分享給各位親友 好那我們直接先說格局 高點觀察90.9 低點觀察89.5 就這裡 木車 余生的波幅大概有 1.4塊錢 那有整理 夜盤 90.9 收上去不再收下 還有這91.15 有可能不排除下一關去挑戰哪裡 沒有錯就92.3 那如果說 今天 這裡的高點 不再創新高 整個往下灌的話 那有可能不排除再回撤哪裡 88.1 就大概這裡 的起漲點 那15K 15K大的格局 觀察多少 高點觀察90.8 低點觀察88.7 目測的 大的格局 近三個交易日 整理波大概是 2.1 塊錢 是210個T格 那這邊整理好 有在噴出 下一關就觀察 90.9 92.9 那整理失敗這個大格局如果棄手的話 90.8不趕快站上去的話 那有可能不排除再回撤 88.7又棄手就觀察多少 86.6 那以上就是清雲有他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一樣是分享給 聊天室清友 好那以上就是 我們頻道常在說的一些海外期或多空打擊區他交易格局的變化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股票 股票來 這啥 254 這什麼標的大家 大家想一下 254連8顆 有 有在看奧利給分享影片的清友 我連發科講多久 從去年講到現在 我自己也有持有 聊天室的清友 你們有在做連發科這一檔的鼓棋或是交易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連發科 來 股票怎麼看喔 這邊分享給各位清友 你必須寫一個 寫一個什麼 小分K的格局 就是 15K 加多少 加60K 啊 各位清友 你再參考看看喔 參考看什麼 來 這個交易計劃喔 這這篇喔 這篇我寫多久 兩千三百零一光寶科 OK等一下幫你分享 我先講一下 股票 因為 也有親友在做 2454 吳子山 感謝感謝支持 吳子山是 很忠實的 親友 好沒關係 我們先說一些股票怎麼看喔 就15K加65K 加60K啦 或是說做日K也可以 啊你看 奧里給 盤前的看圖說故事 我說什麼 高點 當沖隔日沖 你要打的 打698跟671的來回單 打好打滿 來回幾次 扒幾次 來我們看一下 在這邊來幾次扒幾次 對不對 扒好扒滿 回來你無腦吃671 680的 都還有交易機會喔 你661可能不一定吃得到喔 但是你在670那邊佈局的 你看 做好做滿喔 我們在他600多塊的時候 寫的教育計劃到現在 停損不來 大格局小格局都達正 來今天的高點多少 76 3 那我們預估大格局的高 大格局的高點多少 761 差兩塊錢 現在呢 現在你如果說底單就在下面的 你下禮拜要關盤的重點就是可能防守760 上去不能收下來 就這樣而已 或者說 你底單在下面的 你根本就已經可以怎樣 無腦的 無腦的 不去理他 就讓他 尬到1100 尬到1200 都是他家的事情 反正我們的SOP 就是怎樣 停損不來 賭到天花板 這邊提醒各位親友 那一樣他格局改變以後 我們一樣再去寫 寫什麼 寫他新 交易格局的變化 我也常說 有時候你在60K 15K 看不到以後 你就往後面退 退日K 退週K 退月K 你就明顯感覺到他是什麼 他可是週K的雙八區 也是月K的雙八區 沒有錯 但是日K勒 日K 之前的687這邊 或是說靠近664這邊 644這邊 這個可能吃不到 所以你看 但是你有參考我們的SOP 你敢停損的 你會停損的 你勇於認錯 敢做交易的 你就可以做到 做到這一段 所以說有時候為什麼 不建議看更大的格局 去做交易 會看一個15跟60去做股票 就是說 你至少要貼近市場 你容易 容易怎樣 容易有利潤跟波幅可以去做交易 好 既然這個 達證 達證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就寫一個新的交易計劃 聯發科 下禮拜 未來的格局 高點觀察多少 755 當充隔日充在做的 你如果說要做賭13%的 你在這邊追高的 755很關鍵 那低點觀察多少 709 那目測 在波幅大概有46塊錢 發生在 近一至兩個禮拜交易格局的 的交易日裡面 那這邊 上去 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 沒有聽錯 就是 801塊 那萬一整理失敗氣 又有可能 不好意思格局放大去打回他的起倉點 大概是663 那邊價格的位置 那60K 大格局的邊界 有一種 頭 不是 大格局 更正 大格局的 60K 大格局的高點 就觀察多少 748 那低點觀察多少 669 木測波幅大概有79塊錢 符合他什麼 他的 明後年可能應該會配的股息殖利率 所以這邊千萬別追高 你底單沒有建的建議多觀察 或是說你會停損的 你在這邊追高沒關係 但是這個755你可能要防守個5塊10塊 跌破你就不要了 因為你這邊有停損你可能可以在720 還是7110這邊再找教育機會 這79塊未來如果有站上去 這748沒有收下來在做他軋空的行情 下一關有可能不排除去攻哪裏攻827 但是也提醒各位親友 這邊如果萬一整個教育失敗 整個一直棄手的話 有可能不排除去回車哪裏 沒有錯就是590塊 那以上就是 聯發科他教育格局的變化 那有時候股息鼓勵 那個股 股票股票在看 你還要再搭配一個投資心法 就是說 我們試著去教育這檔股票 他投資 我們那時候 會強烈強烈建議大家去買聯發科的原因 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股價大概是671塊 那時候股息殖利率大概是76 以奧利給分享給各位的 巴菲特的投資心法 巴菲特他們其實 都這樣看 還有投資機構 他的那時候我們算的殖利率大概有11% 你買0050 005600878 猜猜5%6% 買這個有11% 為什麼不加錢布局看看 剛好他又是 圈子股 又是知名的企業 萬一他倒台灣的公司可能要倒三分之一以上 但是 測用晶片還是什麼晶片 剛好又是缺貨潮還在缺當中 對不對 然後呢 又有高股息殖利率又有題材 本益比又低 就是說 你只有他在671的話 大概多少持有個 8.83年喔 股票就可以不用錢 這個很重要也很關鍵 不然我們等一下要分享其他 股票標第五 我們就用這個去做一個比較表 你就會淺顯易懂 為什麼股票要低買高賣 還有說你要做存股的被動收入 應該要怎麼樣去佈局 那 今天股價已經改變嘛 假設這邊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763 剛剛是什麼 剛剛是 本益比 就配給我們 韭菜身上的 不是配給股豆 不是配給他們公司的 這邊提醒各位親友 我只是用一個比較直白的方式 去解釋這個 就是說 我們韭菜持有他大概8.83年 他如果每年固定76塊 你在 600多做交易的話 大概是 8年就可以股票不用錢 你想躺著幹擰他100萬 也是大概只要投資多少 大概882萬 股票也可以 就可以明年躺著幹 躺著幹 被動收入就有100萬 那現在股價往上 拉了嘛 那我們就一樣出入新的股價 763 來我們剛剛看的是大概800多 那你現在要買他的話可能買到1000多 這時候你可能就是追不太下去 當然也不建議你追啦 改天有拉回你再佈局看看 但是 但是什麼 奧利街之前有一部選舉影片有說 當選舉行情 執政黨 假設我是執政黨 或說任何一個 兩黨政治的國家 他政黨 在選舉 選舉之前的選舉行情 就是說 他要讓股民有感覺 通常都怎樣 在第四季 現在第四季也到了 九十 十十一十二 第三季季 季底 第四季又快開始 對不對 這時候 他如果說要拉全職股 他就必須拉什麼 拉台積電跟聯發科嗎 台積電可能拉到688以上 或是接近688 那聯發科可能拉到11001200或接近 以上或是接近1000 的 的行情 順便把股市在創一個18000還是17000多少之類的 讓 股民有感覺 這樣他的票就會比較穩定 這邊提醒各位親友 這是 就是 股票市場常常在說的選舉行情 未來如果有機會 你們有遇到 就可以類似這樣去佈局看看 所以說你像這樣去做一個CP值比較表 雖然 有點高 也不建議追高 但是你如果說 對這種交易計劃有信心的話 你就加碼再打下去 拉到多少 拉到他 靠近前 前次 重災區之前 我看一下 重災區可能在 大概800 800多這邊 分享給各位親友 那一樣 我們來看 股票了 剛好親友有WIN 那我們就 用 這個都沒有 亂過 就是用你們有在WIN的標的物 去換算這87%的U型軟 那一樣我們來看什麼 2301的 光寶科 這個齁 好來 光寶科 把移動複製一下 建立副本 重新命名 高大整看光寶科尾盤 3萬多張下來 季度調整 呃 我先寫光寶科的交易計劃 高點觀察多少 100 這是什麼 2301 標的物對嘛 來 高點觀察多少 135 當充隔日充近 一到兩個禮拜 這邊有日期 近一到兩個禮拜 他教育格局的變化 確實主力在這邊有賣 主力在這邊有止跌 那 低點觀察多少 124塊 那我們得到說 這目測波幅大概有11塊 那假設未來我在121還是124去交易他的話 我可能要讓個121減2塊3塊5塊 的交易計劃 去 去 去執行看看 波幅大概有11塊錢 這邊整條未來我再噴出我下一關可能就是146 那萬一120在棄手的話 可能就可以去113那邊等他 交易看看 那 60K 60K高點的格局是167 那低點觀察129 我們這波幅大概有38塊錢發生在近 近大概一個多月 一個月 一個月 至兩個月 他的交易日裡面橫盤撲斧的優行為 那整理好有在噴出我下一關可能就205 那整理失敗就觀察91塊 那 以目前的股價股息 我們去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我們抓去年了大概4.5塊錢 4.5塊錢 今天收盤是大概126塊 4.5塊錢 這個不知道是有機配我不知道 看一下 好像有改 機配 2塊3塊 這就5塊 然後沒關係 我們就抓4.5塊 他歷年的鼓勵 然後這個也符合巴菲特的投資新法 連續10年都有收益 這應該是不錯的好股票 這也是投資機構的最愛 包含保險公司之類的 那我們用這個公司下去套的話 以目前的收盤價是126塊來講的話 他的股息值率大概多少 3.57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剛剛 聯發課多少 這個多少 不是說 這個趨勢看 看蛋還是怎樣 只是說 至少有個CP值的比較表 你心裡比較有 心裡會比較有個底 你在這邊 要不要凹 有沒有凹的價值 跟意義 因為以 以126 的SOP告訴我們 這個SOP 套在奧利 分享給各位的SOP 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交易 萬一不小心 套老 拗單 腳麻糬 又不跑 那我可能就要拗個幾年 大概28年 股票就可以不用錢 這個很重要 那 我想要靠著他 被動收入 100萬的話 那我就要投資多少錢 我可能要投資2800萬 那剛剛的才多少 當然他的價差可能會比較大 還有他的波幅可能會比較大 那又是另外一個話題 但是如果說以CP值做比較的話 就會容易怎樣 你看 有這樣的比較 這拉不出來 那沒關係 我這樣拉 有這樣比較 你看 一個 你想 被動收入100萬 你只要投資1000萬 值利率 以目前最高來講 還多少 這個 要多少 要2800萬 大概多少 多三倍 所以 這樣CP值 你才會比較說 這個的價值在哪裡 價值型投資 但是他的價差 可能會比較大 沒有錯 因為他的價差 38塊除以120塊 都三成到四成 但是這個 這個的話 可能就大概 一成左右 會比較扭一點 比較皮一點 所以各有又缺點 你就找一個 適合你自己的投資方式 然後 然後親友在問我 再把這個 提醒各位親友 今天 今天 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看什麼 今天你如果說什麼 你是看量 價 價量 價量量價 可以 你 你就用你習慣的方式去套 套什麼 套這邊 爆 爆這一根的量 他是 發生在低點 或是發生在高點 你如果說喜歡聽量 那我就分享一下量給你聽 我聽完以後我再會 我會再給你一個 比較 比較那個的建議 就說 來 通常喔 你看這邊有 八萬 三千 六百零二張 發生在 174 周圍系 周圍系的這個價格 爆大量 高檔爆大量 就容易怎樣 容易表示說他出貨結束 就整個走下樓梯的優惠行為 啊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什麼 來我們再看久一點 第一點這邊大概有五萬五千多的 量 這是日K さ että 在這邊 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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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這些 才 感じ 放幾..." 半年的時間 又用半年的時間把貨整個出掉 出在這裡 你 看這個 22萬張 20万张以上的量 发生在这一堆 你看 刚好也是做头成功 所以说 你要看量的话 勉强跟你解释 分享给各位的 亲友就是说 量缩价要稳 你如果说要看量价去做的话 量缩价稳 就是说 他量在 极其低迷的时候 怎么跌都跌不下去 那个就是适合布局的点 如果说要看量价的话 那如果说量增价又跌 又发生在什么 发生在相对高点的位置 那就表示什么 他出货已经完成 那今天这个量会不会 视为换手量 我提醒各位亲友 来 从刚刚影片开始到现在我在跟你说量吗 没有 我只在跟你说什么 我只在跟你说 你如何去面对一档 股票 股票 一档股票 他如何交易的格局的变化 我只跟你讲这些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SOB 这就有如刚刚跟 跟各位亲友 一开始分享了什么 你在交易你的股票 不要去看 其他的东西 假设说 你要套用一个 SOB的话 你不要因为我说 因为谁说 因为量价怎样 因为什么怎么样 或是因为他的新闻怎样 去做交易 这样你会 你会影响到你那个的手感 你其实 我建议各位亲友是把 把这个格局大到至减 比如说 赚培比我们再做到11块 至少要1比5 1比1比7以上 你在这边看一看算 这个交易好像不太对 但是 他大格局边界确实也到了 129也跌破了 然后在15k这边又有 VVW的横盘 你就这边去算 假设你亏5块可以赚 38块 顺利的话 做到大格局边界区 或说 当中格子中你亏个2块 可以去赚10块的业务行为 那你就去赔看看 这样你会 会比较怎样 比较单纯也比较简单 你就是 2块 亏看看 11块布局看看 你不要管他 什么量价怎样 还是什么怎样 反正这边 你就亏2块 做对顺的话 这个来回单的10块 加减8 8好8满 或是说你要抓 6块10块都可以 6块8块10块 好的来回单 就是42减1 42减1 这是5块 还是5块6块 加减8看看 看看 那有一天你可能会发觉说 你的停损不来 这个120没有在跌破 他大的 大的什么 大边界的格局可能就是 一飞冲天 冲到154 还是冲到167 这样 对你的 交易会 才会比较有帮助啦 不然你听听得多 公斤的 那个是 够看 够厚仗 包含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然后包含他的 看一下盘后 包含盘后新闻 来 投信什么东西 什么是AI翻多 买拼作战 什么 忘记大单什么不停 AI直血上工满血复活 满血复活 再来的 死给你看 满血复活 死给你看 那这14日 什么 所以这个 看了看了看久了 真的是 不建议 不建议去看那些有的没有的 反正做错被骗 给大家一个重点 就是 做错被骗 你就是亏2块 去赌10块 这样会好一点 好不好 还是亏3块去赌多少 赌38块 亏4块赌38块也可以 那你亏 停损的位置可能要在哪里 比如说你在这边做交易 你可能想办法要吃在 靠近124还是120的价格 那跌破 120 还是说 比如说吃124 你就可能跌破121.5 再减1块钱 你就不要了 去等他新的横盘 或者说你挂那种买金单 你看 包含什么 包含我刚刚讲解的这个有没有 刚不是说这边的22 跌破不能收上来吗 然后又有这边有 VVW的横盘 那么万一 夜盘这边不再破底 你看 整个小纳 就很顺的上去了 可能就像这样楼梯 爬 爬到哪里 可能左键这个位置 或者说这个位置 再看他要不要傻 所以说 不要去管 价量 真的中心提醒各位亲友 也不要去看新闻 这个 王先生你够看够了够了 加 这这这边你看看那么多 看看那么多 你也不知道怎么在哪里买 那与其这样你就在这边 把多空打击区 你吃122 防守120 还是吃124 也是防守120 之类的交易计划你去想好 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笔交易 因为你在这边 假设说防守到4块钱吃124的话 防守120是4块钱 你做对顺的话 第一个满足区可能是146 或者说 205这边在等你 有这个10块 30块的泼幅 觉得看了会 开心 看了会爽 你就交易看看 这样在交易会 比较轻松 我包含什么 包含 你看 这个 580的台积电 这个我想一下 这好像是三四个月前 写的交易计划 对不对 那时候也提醒各位亲友 580 588 这个都是 之前就打好表格 你们可以调旧的记忽来看 看奥利给我们在腐烂 确实都在腐烂 但是这个腐烂有87 不能再高的达正计划 切给各位亲友看 来 台积电 有没有 580 哈哈哈哈 哈哈 撞你终于 真处于 你看我那时候大概是写这一段 有说 他如果喷出 5658 588上去不能收下 不能收下来的话 他有可能不排除去攻哪里 就攻620 但是那时候这边 这边就整理失败 那失败汽手他可能就回撤起长点起长点 目测应该是556左边的价格 那有没有 这结果那时候真的是588上去不能收下来收下来就走这一波的回档 那回档以后在540这边 540跟538这边后 我也有分享给很多亲友听后 我跟他说 540如果他有办法再站上去就容易这样 打回 打回这边的起跌点 对不对 是不是也刚好发生在什么 这15k大格局的边界区 还有满足区 他的盘整泼幅的优形 对不对 所以说 什么季度调整呢 看新闻做股票 刚好今天有讲到 还是说什么事 烏烏日 还是什么日 原则上 你问我 我的建议是我完全 不会想去看 除非说 不是不是说不会想去看 我不会用那个 那个来做 做我应该 在 当下 当下你的股票要怎么打的 交易 去做他 我应该 要打 目前要买这档股票交易的依据 先贴贴一下 刚忘记贴图 230 对啊 怎么做就是依照 奥利给分享给各位七鸟的 SOP 看好 位置到了 你就赔看看嘛 就这样子 390受益良多 对啊 真的不要想太多 也不要看太多 对不对 人家在航空台积电 我上礼拜 真的你可以去问一下 有跟我讨论到台积电的 我就说 这个540 当然它必须符合有个要件 跌破要涨上来 涨上来就这样 直接灌 灌到5 这是不是在靠人 但是87%真的是不能再高达正率 你建议 各位亲友是抓一个适合你自己 真的是 但是 有的人可能用这个方式会赚钱 有可能用这个方式 会亏钱 什么人都有 但是真的是怎样 建议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 如何凹单 如何交易的 交易计划 有的人有很会 分享 分析这个什么基本面 YOYM MON 什么大什么小的 比来比去 其实到最后真的是 只有这个价格 为什么不讲那么多废话 加入奥利给初级会员 感谢 感谢亲友的支持 也有加入 奥利给人的频道 感谢你们 建民兄 欢迎加入 欢迎加入 还有没有 只要你有加入 那个 留下你们的标的 我都会帮 我都把他做成 台子竞拳打完 VVWT了 恭喜 台子竞拳 我一个切台子竞拳好了 这样会 比较好看 台子竞 因为刚那个回来 应该是这个 667 0909还没结算 切09 好不好 是不是啊 反正点问到你就陪看看啦 真的不要想太多 这下面切着 你要看几指盘 或是说有什么要问的 我们在切 刚讲回台积电 讲到哪里 那时候 选的那个 EPS 殖利率 但是 有价差的优异行为 只不过是说 我会提供这个价差优异行为 给各位亲友说 因为 之前影片也常说 在2023年的今天 巴菲特也说的 我们要找到一个被动收入 就是你躺着干 不用去做价差 不用去想他 的被动收入方式 就是怎么样 你如果说 本金不够大 没办法去创业的 建议你从小资主开始 加减存股 存看看 你就可以怎样 价差也加减弱 赚的建议去留股票 这边提醒各位亲友 假设 假设你有吃一张台积电 也是吃在300多块的 现在涨到550 那我会建议你怎么卖 就是把你的本金股票算一算 你留零股 留你赚的钱 把它丢着不理他 反正他倒你的台币也没用 类似这样 你放定存 万一他倒 台湾的公司可能倒一半以上 你的台币也变成币子 没有用那你就丢丢这个 圈子股 用赚的钱去丢圈子股 这样你会 你在面对交易就会更轻松一点 某天他有回档 回档也没差 因为你是用赚来的钱 去做交易啊 去买的啊 对不对 比如说你海外骑我 假设 假设让我再回到 回到可能N年以前 我知道这个交易金法 我大概是大概三年三四年前 我才慢慢去体会说原来交易是要这样交易 那大概在四年前以前 我在看股票真的是 因为我也是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嘛 啊所以我会去分析什么 分析他的产销人发财 他基本面怎么样 他的什么怎么样 可是干怎么做怎么不对 啊当然也是有有有赚有小赚啊但是也有大亏 啊那时候也是跟着学长跟师傅的角度说 反正 凹就对了嘛 在加码摊啊什么有的没有的 啊也不知道怎么去设停损 就交易的说真的有点糟糕 但是也有存套一些股票还不错的股票 比如说两百块的联发科 好像有七十几块的中华电信 啊就领他的股息做他的被动收入 啊每一年大概给我五万块到六 到八万块左右看他的eps 但是那一桶也都是不用钱 啊只不过是有点后悔啦后悔什么 干早知道多存一点 啊所以存股足还是有存股足的被动收入好处 因为假设说我有存到像之前聊天师说的 假设我那桶金存到了七百万 那我七百万就丢着不理他 假设说 那一桶有七百 然后殖利率又刚好都五趴以上 耶我明年躺着干被动收入一年就四五十万了啊对不对 万一 我的小孩子 养大了啊我退休了 我就可以拿那个月退 可能是自己打造的月退可能三到五万的被动收入 去什么 去选好一点的安养院嘛 啊不用烦恼小孩 人家说小孩义无不好应该 对不对 而且是现在是 高房价 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时代 你不可能说 依靠依靠 又少子话 你不能去依靠我们的小朋友 未来他可以养 养额芳老 他顾得好他自己 我 我们就很开心了 所以我们不会去慰望说 我养你这个小朋友 你一定要 看Bow-Volubber Bow-Volubber 不會說養好這個小朋友我未來就應該怎樣 應該他要怎樣 反而我會用閒置的資金去養一個啞巴的兒子 這啞巴的兒子他可能 不會說話也不會叫我爸 但是他每年 退休生活 時間到他就是一個紅包錢給我們 那紅包錢怎麼找 就是建議各位親友去找這些 萬一倒台灣可能會倒一半以上企業的 的股票 你在做交易就會比較輕鬆 你看我們這樣一檔一檔對過來有沒有 他在這邊打底萬一成功多方打擊去 這個是航海王很爛很爛的航海王 你看他還是有怎樣 還是有十幾塊的波幅 可以讓你去撈 做對了就加剪刀 我幫我們郭董 要選總統的郭董 他之前的多少 那時候你可以有看奧利給予分享的影片 我強強烈建議說 他在103塊跟99塊那邊橫盤的整理區 有做對的你看 都會做 做這十幾塊的波價差的業務行為以外 他每年都還有5%以上的被動收入 但是看格局看交易做股票有沒有 我現在先切這些全職股給各位親友看 有沒有 容易怎樣 空方打擊區整理失敗 棄手就回車到多方打擊區 幾乎每檔都這樣 你在709不交易 75你才說交易對不對 台積電也是 你在540不交易 他這邊橫了幾天 上次也有走給你看 這邊也一堆 這邊也一堆 主力吃 主力吃 韭菜跟著吃 你都還有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扣掉主力的第一次 你都還有四次上車的機會 你現在噴出了 你才說你要在這邊要上車 你有賭他到688 也可以 但是你在這裡做交易 是不是會比較輕鬆 這個是不是都看圖說故事 是不是也都事前諸葛 然後事後去慢慢驗證給各位親友看 對不對 連發哥也是嘛 這不再贅述了 長榮 他出權出席以後 還有分享給各位親友 我記得之前有個親友在問我說 他出權出席以後 要不要直接追 然後去怎樣 我都建議不要 我們還是要以觀察他什麼 他出權出席以後 新的橫盤的格局 你再去布局都還來得及 因為剛剛切尾哥親友看 有沒有 他要上去 他要上去 必須像怎樣 像這裡 在多方打擊區的橫盤的地板 地板地板地板 怎麼跌都跌不下去 你看到這個 或者說看到這個 主力吃一個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的 這個 這個低點 你再跟著做交易 都還來得及 真的都還來得及 噴出了 不要追 你看像這邊噴出了 也不要追 萬一這邊 這邊上去又瘦下來 又瘦在這個可能 550的這個價格 就容易怎樣 可能再打一次535左右的價格 或是539 有沒有 包含這個 往元大高股鞋 但是比較不建議做價差 我們用一些比較大圈子股去幹 包含這個什麼 王阿姨 紅茶店對不對 他還是都有交易的機會 讓你去做價差的交易 有沒有 但是波幅就比較小 比較小 比如說賺1塊2塊賠4塊 不要 那就算 包含這裡的聯電 這裡的45整理好 有上來 這邊的47就至關重要 陽明 有沒有 他在漲 通常都是在這邊橫盤的整理 怎麼跌都跌不下去 那某天打回來 這個26.6跌破又瘦上來 就容易這樣 嘎上去 往左邊側 對不對 看著看著 像這個快到了 要不要教育 隨便你 反正你要知道 你做對 目測3塊 做錯可能要虧1塊至3塊 賺賠比不對 你就在等嘛 對不對 這個也是幾乎每檔都一樣 他都是從這裡跌到這裡這個價格 這裡跌到這裡這個價格 然後只跌橫盤上來上來就容易這樣噴上下來回巴 不知道的你覺得說好喜好喜 但是這個是股票87%不能再高的城市語言 是不是符合我們的SOP 符合我們的慣性 你看每檔都這樣 包含這個什麼 什麼藥的 他整個上去 上去之前的VVW在這裡噴 新勝利 要跌之前的H&N收在這個價格殺 然後現在要反彈 要開始爬樓梯 也必須怎樣 有個橫盤的VVW才有開始反彈 所以這個價格跟這個價格真的至關重要 我們多看幾檔有沒有 包含這裡的雙紅 左肩上去 不能收下來 收下來就容易這樣回檔 回檔以後要趕快站上去 站上哪個價格 這個340至關重要 那這一段如果萬一 上去不再收下來 目測40塊 再來上去 可能就390 你有沒有感覺明顯感覺到 阻力在防守這一段 但是你這裡 高手區不會交易的 就建議你去等 等什麼 可能可能等308 還是293這邊的多方打擊區 提醒各位親友 包含這個也是嘛 他在噴過85不能收下來 收下來就容易這樣 像這樣 整個回撤回檔的優勢 好那以上 我就是我們親友常常在做關注的 標的物 如果說你們有想其他了解標的物 歡迎在留言給我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夜盤 夜盤就開著直播 讓他播 去看一下海外期貨 海外期貨他多空打擊區 交易格局的變化 上面我開黃金好了 黃金1K 青雲有1K 下面開台子跟小納 好 台子小納 就大概這樣 還要看 好嗎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那影片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因为只有身体健康才是真的 再祝大家教育顺利 那如果说你们有任何想了解标的物的问题 欢迎在影片区下面留言 奥利给我看到就尽量做成影片 去解答你心中的疑惑 如果说奥利给说的不过直白 再欢迎留言给我建议 我在想办法用更直白的韭菜语言分享给各位亲友 那最后就真的祝大家身体健康教育顺利 割韭菜割到80岁之后 手按不动滑鼠之前 以上谢谢各位